日本招人器, 排隊炸三文治, 登陸香港 帶你直擊, 開張勝訪 這間店在福江和銀座 都要排隊長兩小時 香港是第一間海外分店 早幾天已經登陸旺角 外層的麵包皮炸到熱辣辣又香脆 還有包著香甜細滑的奶油 奶油多得脹粥, 很震撼 小篇私心推介 還有焦糖燉蛋味、抹茶味 還有香港限定的芒果杏仁豆腐味 真是打卡一流, 超邪惡 每款都很精緻 差不多30款口味 有鹹又有甜, 真是很難選擇 不過買辦公室請同事吃 就多一個選擇了 歡迎收看美食新聞報導 大家好, IC, 你知道嗎? 最近很多韓星來香港開演唱會 好像上個月有IU, 下個月有IVE 沒錯, 何時能讓我Ice可以看到他們 Carmeny, 你有追星嗎? 韓星說沒有追星, 但好像講星異狀 網上有些網民說去到九龍城 有機會碰到發哥和青雲 我也很想看到他們 多多給大家一個選擇 如果大家想考慮星 不妨去一下以下會介紹的這間餐廳 平時很多天王巨星 都是他們的座上客 或吃東西都可以意外報獲他們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的志願就是做廚師 很有滿足感做廚師 在香港, 當你的夢想跟人與別不同 很多人第一個反應都會質疑你 甚至覺得你一定沒可能做到 這集故事未完結的主人翁 堅持廚師夢 憑一份對煮食的熱愛打拼大半生 還成功成為法式私房菜的始祖 很新鮮, 每個朋友都好吃 好吃 超級甜 你沒想過蔬菜會有這樣的味道 感覺是很配 跟醬汁加上溫泉蛋 那種化學作用挺有趣 現在我正在刨這些白露筍 白露筍的皮很厚, 而且有很多渣 所以你看我刨的時候 我整條白露筍要刨兩個圈 而且你看我為何會放在這裡 因為白露筍很容易斷 如果我放在這裡, 把手刨在這裡 就不會那麼容易斷 現在我把剛才刨的露筍皮 放在滾水中, 慢慢煮 令露筍皮全都出來了 我們叫做露筍湯底 稍後我用這個湯底來灑白露筍 灑完白露筍後, 這個湯底 就會用來打一個忌廉湯 其實白露筍是一個很名貴的蔬菜 每年只有幾個星期有 剛好只有這麼久, 這期最美麗的 那我就做白露筍, 我們煮不時不吃 白露筍也是法國菜 和德國菜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荷蘭汁就像打曼尼士 打曼尼汁一樣, 都是油和蛋一起做 不過這個油就是牛油清 我這個也是最傳統的味道 但坊間現在新的, 很多都是開粉 但我們這些是洪富仔出身 幾十年前師傅教的 我覺得這些不能改變 不過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麼多客人喜歡我們的味道 這個就是原味, 這個是最重要的 已經打起了 我們叫做沙畢翁的這個狀態 打起了, 開蛋黃 第一道菜已經這麼多功夫 到底是甚麼驅使Eddie開發式私房菜餐廳 話說2000年的時候 我自己出來做導會 剛好這麼巧, 當時接觸到林彥黎小姐 林彥黎小姐剛好當日生日 我一個人煮了10道菜 但沒有廚房, 只是兩個啤酒爐 剛巧, 哥哥, 張國榮先生 剛好去廁所 哥哥聞到很香的鵝乾味 他打開門便看到我 他說, 這個肥仔 原來你在這裡煮東西 他吃完後就很開心 他立即捉住我 跟一群朋友說 原來這頓飯是Eddie煮的 他說不如這樣吧 你煮得這麼好 不如做私房菜吧 當時2001年的時候 香港只有幾間私房菜 而我第一個 真正做一個味道菜式的私房菜 就是一個法式的私房菜 因為哥哥的關係 然後很多一個明星 帶另一個名人來我們吃飯 那時候就開始建立了一點基礎 到這麼多年了, 二十多年 他們也看著我成長 這些也很好, 這些也很棒 Eddie, 你在做甚麼 我正在選擇海鮮 因為我們每天都有一個 海鮮, 招牌菜 我每天都來看看 看完後, 他們在下午就會送 到餐廳 每天都是最新鮮的海鮮 今天有龍蝦仔 這些我最喜歡用的 它很小, 但它的肉質非常好 從頭到尾都是肉 這一串石旁不是經常有 十多天, 一次 我來到看到就馬上要留 回來後, 我一定要馬上分開 趁它現在還非常新鮮 這道海鮮就是每天在香港最新鮮的海鮮 就在我手上 然後再煮給我最好的客人吃 這是我們的佛門 鴨肥洲, 師傅開發 鴨肥洲… 對, 鴨肥洲 大家慢用 謝謝… 我剛才吃了幾隻蝦 好吃, 很新鮮 很新鮮, 我吃了這兩隻也很甜 我覺得這個很足料 而且種類真的配搭得不錯 很有趣的方法是用海鮮煮海鮮 就是在補充心的原汁原味 真的能吃到海鮮的鮮味 這是比較特別的 海鮮有大有小, 殼有薄, 有厚 當然每個海鮮的時間都不同 你會在心裡計算時間嗎 其實你要看它, 看顏色 看它是否開放 其實煮食三樣東西 時間、溫度和心思 三樣東西一起吃就很好吃了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的志願就是做廚師 我小時候住屋村的 一年媽媽上班,我們照顧自己 我以前很喜歡看電視 看方太太煮食 我就慢慢讓她分逃了我 很喜歡將一碟菜 變成千變萬化,變成其他菜 然後我叫同學來試吃 小時候就很喜歡做這件事 做廚師很有滿足感 我叫它做鴨尼洲海鮮拼盤 首先大家來找我 都是來這裡鴨尼洲 這裡的海鮮是最新鮮的 近乳市場 現在很流行叫做歐麥卡西 以前我們沒有這個概念 我們叫做廚師 我們說一件事,不時不食 私房菜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是 私房菜的老闆一定要是大廚 有些人開私房菜 是投資下去,然後經常換廚 沒有了意思 像我這樣,我最喜歡逛街市 我喜歡每一樣東西 都有一個故事 還有每一個材料都是我自己 親手選擇 肯定不會錯,客人就會很開心 不時不食是Eddie的主食原則 不僅所有食材都要保持新鮮 就連香料,Eddie也有自己的要求 現在我剪我自己種的泰草 泰草是用海鮮、用雞 我基本上每天都會出來自己淋花 還有跟他們聊聊天 所以這裡的生得很漂亮 自己種的香草當然特別香 為甚麼當初打算自己做一個香草園 因為我喜歡牠們在桌上 你看到海鮮很新鮮的 就在魚檔買回來就馬上做 香草有這麼大的露台 我當然不要浪費了 我吃神中很記得有一幕 就是一字記之躍,用心 因為如果不用心去煮一道菜 或不用心去做廚師 很快就倒閉 所有的汁水都要用心去做 要用時間去做 有些東西是沒有縮減的 一定要是那個步驟 一步一步走出來 其實現在最困難 就是找到一些好的徒弟 是忠心,像我們年輕人 我們做的時候 尊重師傅 其實現在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也要堅持去做 沒辦法 人家不應該要先去做 咱們採用的 非常煮過 就是讓大家看 吃掉吃掉吃掉吃的 我們坐在晚上 還是區日常會走 吃天晶 吃 и吃吃 可以吃掉吃 吃飯,吃飯 吃飯吃 我們美食新聞報道每晚都有 請你吃好東西遊戲 又輪著買送出不同的美味好東西 直數螢光幕上的著數QR Code 入輪著買答一條超簡單的問題 就有機會得獎了 每集送出100份, 先到才行 如果現在掃不切碼也不要緊 在節目播放期間 著數QR Code會多出一次 大家準備好手機, 看好我們的節目吧 Carmeny, 今年的荔枝失修 果拉說預計會貴一倍 看來今年要少吃一點 真的嗎?很可憐 因為我很喜歡吃荔枝 無論是荔枝本身還是荔枝的副產品 例如甜品和食物, 我也很喜歡 所以我想除了果拉加價應市之外 可能餐廳和食店都會受影響 畢竟荔枝也是很受歡迎的 水果和食材 對, 其實做餐廳老闆 也很考慮他的應變能力 有時候食材進不及 也要想好有什麼要取代 好像以下這間餐廳一樣 這裡菜用了二十多種食材和香料 我想沒有一樣, 也很頭癢 今天帶大家去吃咖喱 尖沙咀的重慶大廈 旺角的正宗印度咖喱 我帶大家去吃的 是哪個這麼簡單才行 這次帶大家去一個新地方 大圍, 走吧 去吧 其實來這間餐廳之前 我也做了一個研究 這間餐廳就是香港小友 俗熟成咖喱的餐廳 熟成咖喱就是把大量的香料 和大量的蔬菜拿去煮咖喱 但煮完就不是馬上吃的 他要放在這裡放12個小時 目的就是把蔬菜的味道 和香料的味道滲入咖喱裡 令它比平時的咖喱更香 更加濃和更加滑 這餐廳上的菜式 在外面很少見 那就是這兩個 這個很漂亮 它的奶相 它是切成像一塊肉扒一樣 而且這個茄子 好像和我平時見開的麵紅 它是很短小精鋼的 平時見開的是長條形的 不過身為一位多汁怪 對於我來說 有一個美味的汁和飯 已經可以餵飽我了 有點像沙茶醬一樣 很棒,感覺上已經很飽味 我真的覺得 只是這個咖喱再加飯 我想我一天三餐都可以吃這個 我覺得我已經不用再吃這個茄子 可以清洗這一碗的白飯,怎麼辦 越吃得多一口 它的辣越來越辣 因為我明白它好像沙茶醬一樣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蔬菜 火粒很有咬口的味道 你看,不小心地 已經吃了半碗飯 我已經是時候要吃茄子了 它有點像一口牛 它的肉是很實的的 跟我平時吃的魚香茄子 那些茄子完全不同 這個很實淨 魚香茄子 那些油,茄子會吸收魚香的醬油 但它不是 它是來自茄子的醬汁 我發現茄子和咖喱一起吃 好像配搭咖喱和飯一起吃 因為它本身很爽脆 而且我覺得吃起茄子是有一點甜味 我不知不覺 已經吃了半碟飯了 不行… 我要停一停,嘗嘗下味道 看,梅珠肉餅 這次我選了不是配飯 而是配薄餅 它很厚的感覺 我吃薄餅也是很喜歡 也滿了咖喱汁 真的很軟 薄餅和飯的分別 我發覺薄餅可能會比較多油分 油香會更香、更出色 這個薄餅是有很多層 所以吃下去口感是很酥脆 然後沾了咖喱汁 又軟軟的 這個匙羹就是日本吃咖喱的匙羹 你用它平口 所以可以直接用這個匙羹去吃 你看,多容易 切開了一半 你看 竟然是粉嫩粉嫩的顏色 竟然是 但咬下去其實很容易咬開 肉質很好 而且它不是很乾 而且我想說 這個黑毛豬肉餅 比剛才的茄子濃味 因為這個豬味很突出 可能它加了上面的調味粉 有一點點是吃到那種蒜味 甜甜的味道 那個香料味很突出 它完全沒有蓋住豬的香味 豬的肉味是很突出的 跟我們平時吃的肉餅是不同的 我覺得這個黑毛豬肉餅 和茄子真的很好吃 其實我們餐館裡面還有兩個 其實也很特別 怕才可以來試這兩個 非常好 Icy, 你有玩過嗎? 當然有, 我連我的帳戶號碼 還記得, 又是一個暴露年齡系列 我也有玩過, 但其實印象不深 但也算是我的童年回憶 說到童年回憶 接下來這間餐廳 應該都是不同年齡層的童年回憶 因為它是老字號 相信不同年齡層也吃過 依依, 你覺得我傻不傻? 不傻, 很漂亮 不傻, 很漂亮 你快點說我傻吧… 傻吧 我請你吃燒鵝 姐姐, 你覺得我傻不傻? 不傻 你快點說我傻吧 是, 你傻的 傻傻一點 我請你吃燒鵝 謝謝 你嘗嘗好不好吃? 好 好像辣了 辣辣, 對 新鮮辣 很美味… 很美味嗎 真好吃 你現在嘗一口吧 太香, 很香 對 很好吃 有很多肉汁嗎 多汁, 很滑, 很滑 可以鮑魚吃 很好吃 很好吃 很棒 肉很嫩, 脆皮 你平時買上妝還是下妝 買下妝 買下妝, 多點肉是甚麼 對 神經病 鴨藍燒鵝 我作為一個傳統的廣東人 我對燒鵝也非常迷戀 我知道這間餐廳的標誌是燒鵝 馬上點半隻,來試試 它的份量也非常大 我最初以為這裡是一隻 它很亮的,顏色很漂亮,很均勻 平時吃的脂肪比皮、肉多 我只吃了皮 它已經脆脆的,咬進去的時候 它的鵝油從我的口中爆出來 我先吃了原味,不蘸酸梅醬 它這個也很有鵝味 但又不會說是很酥的 而且咬進去,肉也不會太硬 很汁 加上酸梅醬,解除了味道 有時吃得太多,就會開始有點滑 我平時真的很喜歡吃燒鵝 但我覺得一間好吃的燒鵝 是很難找的 它這個燒得真是剛好 我旁邊看,還看到它有鵝油光 亮亮的 我知道我去這間餐廳用了黑中鵝 因為皮薄、脂肪少,肉質又嫩 這隻鵝可以吃三碗飯 我平時最喜歡吃鵝皮 如果多人,我就會點下裝一起吃 但我知道有些人特別喜歡點上裝 因為它的鵝背部的肉特別滑 而且皮肉特別平均 肉和脂肪的比例 但我覺得這個鵝不算太胖 我之前吃過燒鵝 因為肥膏比肉更厚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這樣吃也沒問題 這個燒鵝真的很棒 等我都剪了半隻 回去給我媽媽加一份 但其實這個燒鵝外賣 是不需要放進雪櫃的 有個小貼士就是 如果你真的放進雪櫃的話 微波爐中火,蒸一分鐘就可以吃了 你看到我都流口水了 我今晚就要去斬燒鵝 回去給女兒吃 小時候吃這麼多好東西 大豈不是很會吃 當然了,我現在已經訓練他們 多看美食新聞報道 大了就可以帶我捐捐捐捐辣 去吃好西蘭 無論你是美食大人還是餐廳老闆 照有好東西介紹、飲食情報 直接WhatsApp我們 美食新聞報道的 Yummy捕鳥專線 在一起吧 別忘記自己焦點 吃好西蘭 你會不會因為 吃好西蘭 你會不會被我 吃好西蘭 你會不會把我 吃好西蘭